很多人说看丹布朗小说改编的电影 废脑子 而分析密码 天使与魔鬼 暗钉密码 这些耳熟能详 风靡世界的悬疑佳作 因为它的时长所限 被删减掉了太多的解谜细节 成了它唯一的诟病 但极少人也知道 其实丹布朗小说 还有另一部改编成了剧 它就是失落的秘符 如果你也对丹布朗小说改编的电影 颇有遗憾 那就跟着将将熊 追起这部细节满满 解谜到位的剧吧 上集我们说到 蓝灯教授好不容易破解出了 经文中的密钥 证实了远古奥义的存在 也就是拥有超能力的人 可两个意外 却打乱了蓝灯教授的营救计划 一个是能证明 远古奥义存在的录影带自然了 而另一个则是邪教徒 杀死了肉身的好朋友 为的就是让蓝灯独自破解谜题 寻找窜出门的位置 然而就在肉身刚刚离开后不久 蓝灯教授就在破碎的胶片上 发现了疑点 对 胶片的内容远远大于生产胶片的时间 也就是说 胶片上很可能被人留下了 继续破解远古奥义的线索 果然通过扫描鱼放大后 一段极其隐蔽的小字暗藏其中 上面写着 只有46块钱的建筑师 用丝重的瓦砖搭建了一座桥 在一滩等待一块凿过的石头 显然这又是一段字迷 蓝灯教授立马找到共计会的成员 沃伦了解情况 巧了 只有40块钱的建筑师 他再熟悉不过了 说的正是 设计华盛顿特区图指的 皮埃尔查尔斯兰花 他竟然也是共计会的成员 而且他留给四人的遗物 两本书三块表 一个指南针一张地图 这些东西不多不少 在当时正好就价值46块钱 说的沃伦便将蓝灯 带去了查尔斯所在的博物馆 蓝灯教授看着查尔斯留下的遗物 惊讶的发现 这三块表显示的时间有问题 3点40分 2点30分 5点45分 他们都停在了整数上 可秒针的位置却完全错了 看来这些时间 很可能是被人故意拨到了指定位置 而这些时间正好就对应着数字3和8 2和6 5和9 他们分别代表着度分秒 38度26分59秒 对 这是坐标 也是维度 而地图边缘的方形尺长 加上圆规得到的交叉点 就代表了精度 不仅如此 就连破解密钥所有能用到的道具 遗物中都一应俱全 用来测量的绳子就夹在书中 地图上显示出了一个位置 安格亚小镇中的一个矿场 难道顶尖石就藏在矿场之中吗 带着松中一问 蓝灯来到了已经荒废的矿场 放眼望去 悬崖峭壁显向还生 蓝灯教授不断回想着教片中的字迷 终于他看到了一个 位于峭壁上的洞穴 脚下就是笔直的悬崖 这正好就印证了那句话 失重的瓦砖搭建了一座桥 然而就在蓝灯想前去一探究竟时 衣服里却掉落了一个追踪器 难道有人在追踪自己吗 此人又会是谁呢 钟情局 邪教徒 还是李维坛组织的人呢 可来不及多想 蓝灯必须先一步前往洞穴 因为不管是谁 他们的目的都是得到顶尖石 而自己则是想营救 导师彼得所罗门的性命 毫无防护的蓝灯教授 就这样一点点爬了下去 期间踩空过 吓哭过 但还算幸运 他终于来到了洞穴附近 可意外却发生了 眼前是一处断壁 看来不冒险跳过去是不行的 幸好有惊无险 蓝灯教授成功走进了洞穴内部 看着光阀的墙壁 这明显是有人刻意制造的 绝不是自然的产物 拿出查尔什遗物中 唯一没有用到过的指南针 将其放入圆形的凹槽中 果然异象出现 指针不断抖动旋转 而在最终定格的那一刻 山洞里传来了阵阵异响 原本放指南针的凹槽中 竟然弹出了一个小方盒 打开一看 顶尖石就在里面 可破解谜题之路并没有结束 因为顶尖石上又出现了一段 炸脑的自骨 以奥秘隐藏于秩序之中 好消息是蓝灯终于找到了破解谜题的关键秒 可坏消息是他又要从断壁远路返回了 而这一次他没了指前的幸运 前进一发之际 突然冒出的一只手救下了蓝灯一条命 抬头一看竟然是鲁尼 原来跟踪器就是他放的 而跟踪器在被蓝灯砸毁后 他意识到蓝灯出现了危险 这才火速赶到了这里 随后蓝灯两人拿着顶尖石来到肉丝家 准备把这一能解救他老爸性命的消息告诉他是 却犹豫再三选择了离开 因为蓝灯不想再让肉丝陷入进更加危险的境地 打算自己将蜜石和顶尖石合遍 在完整的金字塔模型上 找到解救导师所罗门的线索 可想破解上面的密文又谈何容易啊 而此时的彼得所罗门 显然也已经快被邪教徒折磨的快要挂了 心脏不断骤停 然后再度复活 反复多次后 邪教徒的脸上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如此折磨所罗门 究竟所为何意呢 难道是在完成某种仪式吗 我们下期接着聊 如果你喜欢将将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收藏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失落的蜜符 下一期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